情感力这剧《千金归来》 10月28日在《上海》剧前的开播发布会 如言李清 李一峰 李薇等到场 此剧尚未播出就因为戏里戏外 促从复杂的感情纠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李一峰和李清在剧中饰演一对青年猪马 却遭遇波折 面受爱情煎熬的恋人 近日 两人戏外也意外爆出了绯闻 发布会上 李一峰和李清的绯闻一再被追问 两人虽然闭谈 但却时不时地打起骂俏 连李薇都忍不住出身打断 下天的时候他很讨厌地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 你说会不会等到下天以后 没有人碰你了 就没有人这样吹你了 李薇不适应就自己吹自己呢 因为他今天好不舒服啊 没有人吹我 他说特别讨厌 他其实生活中应该是这样的 发布会的另一个焦点 是刚刚传出由私针女传闻的李薇 与知情人爆料 李薇此前在其朋友圈中 曾经上传过不少同一个女孩的照片 图片中的小女孩媒体之间 与李薇有几分相似 面对记者的追问 李薇表示一头雾水 我没有听过吗 我知道 我都不叫这个事情 真的 我个人不是很清楚 我也没有什么提到这样的 还有人说 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不可能吧 应该不可能论人 应该是这个 我去研究一下 你会喜欢女儿吗 他还是女儿吗 我觉得女生比较可爱吗 我个人啊 我也会有小朋友 但不要伸到像盛装金子 太重 太厉害了 对 但很好 就是我觉得女人比较天气 情感力这剧千金贵来 将于10月30日起登陆东方卫视